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自从去年底撰文呼吁中共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呢 中国知名社会学者北大退休教授郑也夫 在星期天再次发文剑指官员财产 他呼吁中共七名常委要带头公布 郑也夫说常委公示财产 这是自证清白和垂犯官场的好方式 现在使社会与正职的官员 倒逼高层的时候了 中国财产申报的立法动议已经提出了30多年 许多倡议者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 来一起深入地进行探讨 第一位是中国人权活动人士 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先生 胡佳先生您好 欢迎您 郁文好 第二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 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小明先生 小明先生您好 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 吴佳先生好 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 您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电参与今晚的现场讨论 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 00852 3001 7560 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 002 852 3001 7560 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直接拨打3001 7560 另外您也可以继续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首先我想先请在北京的胡佳先生 感谢您在今晚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我们知道您也在各方的关切之下 冒着很大的风险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 先请您跟我们谈谈 七名常委 这可以说是中国七位最具有权势的领导人物 要他们来公开财产 这可能吗 的确 七常委是中国的统治者的权力核心 其中由于习近平是这个国家的皇帝而著称 那么我们都知道越往高层 其实腐败的可能性是越大的 而且往往是富可敌国 我个人确信七常委他们都是这种类型的角色 所以在他们的这个位置上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这个思路 他们是绝对不会公开自己和自己家族 所占有的那些财产的 这些财产有在中国国内的 也有大量的在海外的这种金融资产 他们是官员财产公式中最大的绊脚石 最大的阻碍 说得更明确一点 习近平本人就是 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国家的官场 有这种类型的官员财产公式制度 因为这个避不开 他们自己要率先捶犯的 这个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么腐败的情况下 自然在这方面要做非常明确的打压 是 小明先生您怎么看呢 要常委带头来公布财产 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 我个人感觉不会有什么可能 不可能 就是说这个他们一方面 他们不会希望受到监督 在一定程度上公布财产等于受人以柄 我们知道很多年以前 海外就有记者组织公布过中共的领导人财产 还有巴纳马文件也谈到过大批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财产 所以这个如果一旦国内公布这种天文数字财富 他们绝对会非常狼狈 另一方面也一个问题 他们也清楚 即使公布了 民众也不会相信 公布财产必须有一个大前提 那就是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公布财产才有实际意义 否则你公开了也没有大大意义 他说他这就剩一万块钱 你怀疑有什么用呢 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无法监督和核实这个信息的是否准确 没有这个前提条件的话 那么公布了也没有意义 所以说前提是必须有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当然也就要有人民必须有投票权 可以罢免那些贪官污吏 否则你知道贪污腐败 百姓有何奈何呀 好的 好 那么胡佳先生 刚刚我们也听小明先生说到 这可能也是不少中国民众在听到 这样的一篇文章呼吁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第一不可能 第二不相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想请胡佳先生 您多年来一直在中国 也在推动这个中国官员的财产公开 那我们也知道多年来有许多的倡议者 因此进了监牢 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您是怎么看郑野夫教授的这个最新的呼吁 那么如果是不可能 大家又不相信 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一个呼吁和建议呢 我想首先郑老师的勇气可加 因为在2004年的9月份的时候 曾经在北大禁元 反对BBS 就是一塌糊涂BBS被关闭的时候 他和我们站在一起 那是北大所有老师中唯一的一个 那么他在这几年 也是一年推出一个重磅的文章 这一次他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话 我个人的推测是 他既然想让中共淡出这个历史 那么有很多的切入点 官员财产公式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死穴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 郑老师我个人认为 他可能有些理想化的地方 也可能是有些策略性的表述 比如说他说什么一些政治官员倒逼 这些其实共产党是个利益共同体 在这个层次上的话 他表达出来实际上是提示 整个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 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每个社会群体 就是各个社会群体 关注不同的中共的项目 达到足够多的人去发表言论 产生行动 那么对共产党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推导类似于 柏林墙的北京墙的一种机会 我想这是郑老师的 个人的一种目的吧 这个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赞赏 那小明先生我就想请教您 我们来看看郑野夫教授的 他的这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几句话 郑野夫教授在文章里他说到 目前的反腐方式根本玩不成反腐 还将要败坏中国的司法系统 果真要搞廉政官员财产申报 是绕不过去的 他还提到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 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 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中共官员如此的害怕公开他们自己的财产 在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我们看到郑野夫教授 刚刚胡佳先生也说 他非常理想化 他在文章里面也提到说 他其实也是不愿意看见 中国官僚系统的崩盘 那么各方的这种压力之下 您是不是能谈一谈 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官员 为何如此害怕公布财产 那么郑教授的这个最新呼吁 您有什么想法呢 好的 我们先说郑教授这个呼吁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 郑教授这个呼吁 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但是我也请了一条 不会有效果 郑野夫的这个呼吁 应该说是代表了 中国很大一批民众的呼声 民众希望中国能够健康的发展 要求政府最低限度 能够做到廉洁高效 这应该说是中国百姓 对中共政权的一个最低的要求 那么郑野夫的这个举动 应该说反映了民众 对中国民主制度的一种向往 不过我们也知道 中共统治集团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贪腐集团 所以他们的目标是维护他们的统治 而中共各级官员 这种贪腐情况 其实百姓们早已经心知肚明 虽然说不知道他们确切的数字 他们是趁一个亿 趁十个亿 还是趁一百个亿 一千个亿 这个百姓可能不确切 但是他们的腐败 百姓早就心知肚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如果把财数公布出来的话 他们确实需要有一个解释 这个财富从哪来的 所以对中共来讲 现在公布财产 当然就等于他们自毁形象了 所以这个问题 他肯定不会愿意公布的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 就是说现在这些财富有的是非法所得 有些可能是一些灰色的财富 这些财富当然是不能见光的 所以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号称 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大 结果他们富可敌国 这个财富怎么向外界也是呢 他们的欺骗宣传将会被戳穿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 中国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中国的贫富悬殊极为严重 可以说世界上知罪了 那么中国最穷的人 现在可以说连吃饱饭 穿一件冬天有一件温暖的衣服 都打不到很多人 所以如果公开这样一个事实的话 他们富可敌国这个事实的话 我想会激发起底层民众的愤怒和丑恨出来 这确实对中共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无论是从中共官员 他们个人的立场来看 还是从中共整个统治集团利益来看 公共财产确实对他们非常不利 这也是中共统治集团 坚决反对公共财产的一个原因所在 我想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胡佳先生 胡佳先生 这个刚刚小明先生提到了说 中国政府的官员 他们害怕公开财产的一些背后的原因 那我们也看到在社会上 包括您自己在内 这几年来不断的有人是在倡议 甚至在今年两会前夕 都还有很多的访民在北京的街头 拉起这个横幅 要求公开这些政府官员的财产 那么他们很多人面临的罪名 是包括寻衅滋事 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罪 为什么一个在法治国家的 官员要遵守的一个规则 到了中国却成为犯罪的罪名呢 那么到底在中国的民间 这种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声 有多高呢 我记得在2012年的12月9号 国际反复日的时候 丁家喜律师 许志勇 我还有赵长青 我们在一起策划 发动了那个叫 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行动 开始在街头征集签名 当时我们的这个想法中 真的还没有预料到 转过来的这半年 所有参与这个行动最积极的人 基本都被当局抓捕了 包括在西单的这个街头 进行演讲的那个四君子 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原来当局对这件事情 当然这里涉及到你的一些街头行动 更主要的是 当局是非常清楚自身是制度型 不仅仅是中共当局要以命相搏 来守住这一块 在另外一方面 他们还希望把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推广到世界 稍后回来我们要看看 中国的官媒在今年 还提到了中国的这个反腐经验 要向大家来推动 借鉴这个中国的智慧 稍后我们邀请两位嘉宾 继续来我们评论 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来看看 我们有很多的网友 都想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对郑野夫教授的这篇文章也好 对中共官员到底何时能够 对公众公开的全面公开财产 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 我们来看看这一位 署名Richie Winston的网友 他说 中共官员害怕公式财产的原因就是 一旦公布自己财产 就会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公布官员财产 会让全中国人民清楚看到 共产党执政到底是为人民谋福祉 还是为自己谋私利 中共官员敢今天公式财产 明天就会被赶下台 而这位署名叫邱叶元的网友 他说我不认为公开财产就能解决问题 因为财产数据完全可以造假 俄罗斯一直都在公开官员财产 可是有用吗 俄罗斯的腐败程度一直都高于中国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花花兰的这位网友 他说在1989年5月8号和10号 赵紫阳曾经两次向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委员 来建议全体会议来建议公布领导人财产 就是因为得不到必要的支持 而在邓小平的反对下归于失败 正所谓改革开放的祖师爷都反对官员公布财产 可见中共历来就怕一旦官员公布了自己的财产 人民群众就彻底掌握了官员的财产来路 后来产生的后来发生的红二代红三代海外藏富的消息 不得不提醒民众 中共自始至终不公开官员财产是很有狭隘之心 害怕自己来路不明的财产被人民监督 那么针对几位网友的看法 我想请教这个胡佳先生 那么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 公开财产就能解决问题吗 刚刚有一位网友他提到了俄罗斯的例子 那么他说当然就像您刚刚自己也说到 很多人对这个数据不会相信他的 所以即使公开了财产能够解决问题吗 您的看法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013年的时候 他曾经也这样报道说 他说中国不适合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因为一旦公开中国就会发生动乱 那么您怎么看待中国官媒说的这种理由呢 环球时报它是人民日报下设的子报 胡锡进是非常了解中国的各种官员层次的腐败程度的 所以他的社会动荡 很清楚表明他知道那些官员 哪怕是科技上的官员可能财产都是上千万的 如果到处级的话那都是以亿来作为财产的计量单位的 那么这个如果真的端出来公开的话 老百姓就炸了窝了 然后的话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 对俄罗斯的这个那么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发起那个官员财产公示的时候 也谈到过这类型的问题 那么官员他肯定对外公示的时候 他有一个申报的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数据的各种联网的情况下 各个公民的阶层 比如说就是发动各种公民阶层 你可以去当有个公 这个像一个官员财产 他去做这种公示的时候 你可以提出你的对他财产的这个了解质疑 你只要是提出了一个被他被证实的 那么您又怎么样看待 连中国官媒都说 中国官员的财产如果一旦公开了 中国可能会发生动乱 像这样的说法 这当然是一个很拙劣的借口 他们颠倒了英国 是中共统治集权的贪腐 并放纵官员贪腐 导致了中国社会秩序的失序 和社会道德的败坏 进而会引发社会动乱 所以中共官媒这个说法 恰恰说明了 中共统治集团是多么的腐败 中共他们自己也清楚 他们是多么的腐败 他们也清楚 中国人是多么仇恨腐败 虽然百姓还很难确切知道 中共这些高级官员们财产数字 但百姓们确实绝对会知道 他们都拥有巨大的财富 所以假如他们公开的话 实际上等于他们公开认罪 这有可能会让中共的统治出现危机 我非常允许民间的组织存在 让军队国家化 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那这样的话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国家是不会有问题的 比方说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总统下台 政府下台 那国家非常稳定 只要换一阵总统 换一个政府就好了 国家依然 其他民间组织都在那 其他政治力量都在那 这个国家是不会受到威胁的 所以这是中共有意识要制造 国家动荡的一个局势 但是有还一点要说一点 但是当前情况下 是一个信息时代 很多人 很多组织是可以悄悄存在的 通过信息来影响社会的 所以说在这情况下 中共想把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扼杀掉 这种图谋是很难实现的 比方说很多的反对派人士 在民间社会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 这些人假如有机会的话 是完全有可能稳定一个地方的安全的 所以说假如真的出现了权力真空 我想这些民间人士会组织起来 来维持当地秩序的 因为这是民心所向 另外一点我也想 体制内的一些人 假如中共完蛋了 他们处于维护自己的利益 也会帮助维持秩序的 所以这些人 我想有些人假如官生还不错的话 也会得到民众的认可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也会出来维持秩序的 我们知道 苏联的共产党垮台了 东欧的共产党垮台了 但是国家都没有发生动乱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所以中共垮台了 中国不会发生动乱 百姓们不要担心这一点 中共垮台越早 中国损失越小 谢谢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 有什么样的看法 下面这位李中本网友 他说 中共为何不敢公开财产 这是因为 一 中共没有完成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 二 封建烙印身后 打江山 换皇帝 进城分猪肉的小农思想根源 三 双轨制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形成 不愿也不可能放弃 窃夺来的财富 四 缺乏现代教育 害怕现代民主政治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恐惧 因为没有合法性害怕民众 五 迷信暴力 只能靠枪杆子镇压 维稳 走向极端 另外呢 这位署名国商70年的网友 他的看法是 境外敌对势力 他用一个这个引号来说 境外敌对势力要求七常委公布财产 这是亡我中共之心不死 中共执着于为人民服务 甚至不惜杀学生 抓律师 因言获罪 设置颠覆国家政权罪 都是为了恋财 现在反对中共官员恋财 中共还为人民服务个什么呢 另外呢 这位署名傅政辉的网友 他说中共政权是一个标榜利他 其实全然利己的谎言政权 他掌握了中国大陆所有的资源 和绝对的分配权 因此提供了权钱交易的最好温床 加上党权凌驾于法律之上 任何霹雳手段都无法根治贪腐 所以一个共产党官员可以终身贪污 责疾亲友后代 死后仍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全中国百姓都知道 公布官员财产是天大的笑话 永远不可能实现 而另外这位阮尾城网友 他说官员财产不公开 就是因为没有民主社会对权利的监督机制 在独裁专制社会 官员权大无比 各个贪赃亡法 而无人能管 别说主动公开财产 就算有人敢提 那也等于是找死 而China Huffrey的网友说呢 公布财产那是不可能的 领导的家属和财产都是国家机密 你知道了 也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想继续再来看看 刚刚很多的网友们也提出他们的看法 那么两位嘉宾我想请教的是 中国官方一直在吹嘘着 他们的一套独特的 这个反腐的机制 那么他们认为这个 郑野副教授也把他归纳为 就是一句话叫 执政党自行的清理门户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反腐做法 那么他们在另外一方面也不断的在推动 他们所说的这个中共官员的 所谓个人情况申报制度 他说这要比西方的 所谓公开财产制要更加的优厚 那么到底它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看到这个月初 新华社也有一篇报道 还说要为全球的制度反腐 来贡献中国智慧 我想先请胡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到底中国政府所谓的这种 他们具有优势的个人情况申报制度 优势在哪里呢 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 就跟前苏联一样 是一个政治消化冷笑化的这个宝库 那么它的在反腐方面的制度优势 和它一个互联网的强果 那个强是高强的强 那么建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 是一个意思的 它的优势在哪 其实就是它的这套制度 有利于党管控一切 确实那些公务员和党政官员吧 都得向党委纪监委这些来申报他们的 比如说名下的尤其是房产 然后投资这方面 的确实我还见过这个东西 他们有填非常非常多的表格 好像都是在一月份的时候要开始填 对不对 对然后这个表格里边还确实有人 就是到此局这一集 都有人因为填写的时候 没有如实的申报而受到了处理 他的那个仕途受到了影响 比如一路到底啊 或者是什么某种程度上通报批评啊 这样这个确实有 这个在就是说不是说官门给我们看的 而是我们认识的这种观察中 有人受到这个 但是你知道这些事情 这些人层级还在中国来看 一个尤其像北京这样的城市 那么多官员 几万几十万官员的地方的话 那些层级被处理的官员 他都勾不过到一定程度去 这样呢 那么真正看不见的腐败 以金融形式存在的那些腐败的话 那些人他们往往是掌握审查权的人 就是他们建立这个制度 而且在掌握这个处理的制度 他们的比如说原来的纪检委 现在的监察委只是他们手里的工具 而且这个工具 郑野副教授也在他的文章里提到过 这个工具已经沦落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 一个非常非常尖锐和有力的手段 当然你普遍形式的话 你如果没有靠山 不是红二代红三代太子党那个 情况下普通官员 那也确实是你有这种方面的线索 你可能确实面对处理 但是你只要有一点背景 就像西游记中有神仙作为后盾的那些东西就被收了 然后否则你普通的腰块就被打死了一样 那么从大的层面上来讲 一朝天子一朝臣 习近平上来以后的话 严厉整肃了前朝的各个的领域 所有关键的官场 从军事到司法到什么 就是各种国有企业 央企 所有的所有的这些地方 包括宣传这些通贵他管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打击或者说清除以前的势力的时候 那么反腐是绝好的方法 你知道很多的腐败官员 落马的时候 其中有一条是妄议中央 像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希明这样的人 那么这种话语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腐败官员 被查处时候的里面跟生活所复迷烂 什么相提并论的这些东西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在这里边 禁决一切体制内的这种挑战 这个和他的修改宪法相结合 成为长久的皇帝的这样的一种安排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他们要把这个变成像铁板一块的一个壁垒 来防止本身这个体制内的人 发出任何形式的挑战 那么接下来我就回到小明先生 小明先生我们看到现在不只是中国官媒 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吹嘘 或者是表扬他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个人事项的申报制度的优势 那么这样的一种报道 现在也延伸到了海外 我们看到在今年一月份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也针对了中国政府的这种所谓的 这种个人事项的内部申报制度 他说中国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威力出现 现在内部监督已经不再流于形式 确实刚刚胡佳先生也提到了 确实有一些官员因为申报不实而受到了惩处 可是小明先生也有很多人说 这种申报它毕竟仍然是属于像内部的 像党内的一种申报 它不是公开的面向公众的一种申报 它的成效在哪里呢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个 它这个所谓的制度优势 应该说是存在的 这个优势是有利于强化 独裁者对官员的控制 有利于强化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凝聚力 中共官员的个人申报制度 绝对会强化一些官员 对中共组织的依赖 因为他们把自己的问题坦白了 等于向中共交了一个投名状 这样同志者就掌握了下属贪腐的证据 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处理某个下属 或者操纵某个下属 这下属就更像奴才了 更没人格和尊严了 我想这是它的优质所在 胡佳先生说了 共产党这个爱制造一些冷笑话 这个对一些独裁国家或许是有价值的 但是对民主社会来讲这确实是个笑话 那么另外我们就看到 它这个制度实际上是冲党内的 和公众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这个根本是不在意公众的感受的 所以这个事情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过一点 在2013年的时候 胡锡进曾经在微博上说 我如实向组织申报了家庭财产 欢迎组织随时喝茶 但我不希望我的这一切向社会公开 我认为我的人权应允许我个人事项 继续成为我在公众面前的隐私 所以非常滑稽 可以想象如果胡锡进 真的像中共推出的很多英雄模范那样 像中共伪造出来的那个教育录那样 家里面有一件向阳家具 一天一毛钱的生活费 像这种情况 胡锡进怕公开吗 假如像毛泽东吹的那样 睡木板床穿破洞衣服 这胡锡进巴不得让民众知道呢 共产党不是一直在宣传这些东西吗 有什么隐私不可以公开呢 所以说可以对党公开 却不敢对民众公开 这说明一条 中共内部对腐败现象有相当的认同 反腐败要亡党 不反腐败要亡国 胡锡进和这过去70年来的许多官员 他们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 胡锡进他本人的角色其实很简单 他是在利用这个网络高墙 同时利用他作为人民日报下属子报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他其实跟司法什么各方面的联系 因为我们从一些案件上可以看到 许多特别核心的东西他都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他的一个重要的职能 就是他营造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在中国 那么他会把这个标榜为自己的人权 所谓个人隐私 这是偷换概念 西方的隐私权跟这个毫无关系的 你只要成为公务员 你当然要因为你的权利是 你是纳税人这样去赋予的 这个投票者去这样赋予的 你当然需要把你的这个 你证明你清廉的这种方面向公众去进行交代的 而胡锡进在这方面的话 他完全不提那个背景 而且那个背景的话 就像共产党在中国禁止纳税人这个概念被强化 被让老百姓知情一样 那么所有你在胡锡进在这个他的 因为他是个诡辩大师 确实是世界级的诡辩大师 在他这里作为扭曲的 他既是给自己报区 实际上也是想引导公众 你们不是也需要隐私权吗 那么也应该尊重我的隐私权 用以来保护所有跟他一样的共产党的官员 他不仅仅是为自己 他说的所有的这种话语 很多都是跟他这个体制 跟他这个比他增加更高的人的利益 这些相关的 他既是一个诡辩大师 也是一个马匹精 他在这方面的话 要巧舌如簧的建立某种形式的规则 这跟共产党在外边 重新建立的所谓人权的规则的架构 互联网的这个律师的架构一样 就像现在什么世界律师大会 这些方面 他都是要把一些概念偷换了以后 是要灌输给中国公众 让中国公众不仅从概念上到随方式上 都按照统治者按照独裁者的那种 就是维护独裁者利益的那个方向去运转 这对他们来讲是保护他们长治久安的一种方式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WWAlter这位网友说 没有明星的中共中央不敢强硬彻底反腐 就永远不敢公开官员财产 失去关心立即中共国会大乱 除非就是文明民主自由法治改革 才会真正的反腐 另外这位署名叫黄一乔的网友说 一个连宝宝奶粉疫苗也作假 没有言论新闻自由的地方 还有什么可信的 而这位署名悠悠露鸣的网友说 大陆官员财产状况根本就是不为人所知的天大秘密 据说十多年前就有人大代表提出过 有关官员申报公示财产等阳光法案 结果付出表决时 几乎所有代表齐刷刷的按下了否决键 后来好像再也没有人提及 曾经的提案人在以后的两会 似乎也不见身影了 而这位叫呆娃傻事的这位网友说 新疆前几年做过试点公布 官员只公布自己的工资 最后不了了之 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 也想请两位嘉宾简单的谈一谈 先请胡佳先生 确实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 包括新疆还有很多的省份 也进行过这种所谓的 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 那么就像这位网友说的不了了之 为什么呢 能不能请您大概一分半左右时间 谈谈您的看法 胡佳先生请您先谈 好的 这个不了了之的话 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向公众证实 官员财产公税也没什么效果 你们不要总提这个方面的事情 然后呢 其次的话 它的这个官员财产公示 完全没有建立起来 一种让 就是说 比如说你的报税呀 你的各项的这个收入的审查 这个审查还需要有一定的核实渠道 这样的就是综合性的 你光公开这个工资的话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在这方面的话 它的这种试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向公众去证实 你们所提的那个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完全是一个 就是说对你们也没有太大的 这个作用的东西 这样 那么所有的试点在各个地方 开花结果以后的话 它就证实这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 无论在民族地区 还是在汉族地区 这样的 但是那个东西的话 它完全也是一个建立起来的 怎么说呢 对外是一种粉饰出来的东西 根本不是有相关制度去配套的 所以这个真的不具意义 好的 小明先生同样 一分钟左右时间您谈一谈 我看到过在这个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上 也曾经提出 中国这种公示官员财产的试点 为什么总是昙花一现 不但不能开花结果 而且是昙花一现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试点 不应该从底下做起 应该像郑教授这样说的 从七个常委做起 如果他们七个人试点成功了 这个制度一定会成功 关键问题在于 这个贪腐制度 最专门的原因在制度上 在最高层 所以从下边试点开始 就是欺骗 本身就一开始的目的就不纯 就是在走过场 就是在愚弄民众 所以说按照郑教授的呼吁 从七个常委开始做试点 他们搞成功了 我相信这个制度一定能搞成 好的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的反应 然后再请两位嘉宾 为我们做一番总结 这位署名张天谷的网友说 中国那么大有贪腐很正常 问题中国没有任何公平公正 所有都是利益链 碰到事情就看你碰到谁 请再好的律师 你都不可能赢 署名杀家的网友说 要么心虚不敢公布 或者公布出来 就那么点财产没人信 更加此地无银三百两 提出来公布本身就是好点子 郑野夫的策略 点到死穴了 而这位署名叫e-chow的这位网友说 无关不贪 从大关到芝麻关 没有一个会愿意公布自己的财产 所以说提出公布财产 最大的作用 也只是在呼吁民众关注行物而已 不要再做奴民 另外这位holy ghost网友说 公布财产没用 因为中共高官仍然可以制造假数据 你不是不知道了 中国法律并非独立 而是为党服务的 自由意志说呢 中国只要一天不开放党禁报禁 公开财产就是不可能的 即使公开了也没有多大意义 只有真正从制度反腐 杜绝腐败的土壤 公开财产才有意义 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想最后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您的这个看法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郑也夫教授 他可以说几乎是一年一部立作 去年也是大约在年底 这个新年的年初时 他写了这篇要求中共要考虑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一篇文章 一年之后 他现在又要求从常委开始带头公开官员的财产 可以说呢 每一篇都打到了中共的痛处 但也有人说在去年那篇文章之后 郑也夫教授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为何一年后 他再次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声 我想请这个胡佳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 连续多篇的文章之后 郑也夫教授现在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他可能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首先北京大学这个地方 因为他跟国安系统的这个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 就是国家 北京是国家安排局的党委 以前党委书记吧 这个学校已经被完全的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严密的监控起来了 早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其实就是如此 郑老师他一定会被核查 这个是我敢肯定的 而且他可能有不同的形式 有的是校方校保卫处 或者就是警察直接找他 我觉得郑老师讲究的一年一个的 这个也是对他来讲 已经是一个最大的节奏了 如果更加密集的话 那么他所面临的这种命运 就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嘛 这样的 那么郑老师他现在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就是推出正棒的这种形式的 这种知识分子 其实已经很少了 在这么长期的打压各种形式的压力之下 和别很多人被捕的情况下 那么我觉得郑老师也是凭着他的一个良知 让这个万马其音的状态 尤其是体制内的学者的状态的 这个不至于被完全打压下去 这种公开选直指权力最高层的 实际上他是把这个 就是一种言论的空间向上撑 他会被很多的人承担这个压力 我对郑老师表示我的敬意 同时我也是 今天是平安夜嘛 非常祝福各位的观众朋友 祝福小明先生 我是他的粉丝 他的YouTube频道的粉丝 也祝福郁文 谢谢 谢谢胡佳 那么小明先生给您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首先也是像胡佳先生那样 非常肯定郑教授的这种呼吁 这确实是一个 实际上是对中共统治集团的一个腐败的谴责 在客观上会给中共当局施加一定的压力 而且我相信中共当局 他不敢公开否定民众的这种正当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严酷 郑教授敢于站出来呼吁 这确实是打破了万马齐音的这种局面 这一点来讲 我非常认同郑教授的这种呼吁 当然这种呼吁的效果如何 我们现在还不敢做过高的估计 毕竟中共的统治 它的基础是暴力 而不是民意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就郑教授这种所做的工作来讲 或者说他的这种改良的建议来讲 我认为还是值得肯定的 现在的这种做这种改良建议的人不是多 而是太少 所以如果说有千百万个郑教授这样的人站出来 都呼吁中共改革的话 我想这个局面也会 好的 谢谢小明先生 抱歉到最大的问题 好的 谢谢您 我们今天的时间因为就到这里进行了 而且小明先生的这个声音好像有一些状况了 我们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胡佳先生 还有小明先生 今晚来到节目当中 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要和您探讨 不过杨洁中共到底在抵制什么呢 我是郑宇文 祝您圣诞快乐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